自从那扎张汉于207年12月宣布分手后 复合传闻一直频传 18日古临那扎写新剧《归还世界》给你现身发布会现场 会场外展板前出现了一个未属名花篮 写着猪子新剧收视长红 经询问巨方及平台均不知何人所送 而巧合的是15年张汉那扎公布恋情时 就是用猪子表情代替那扎 而此后每次涉及那扎动态也会这么称呼 因此这个花篮的出现让人不由的联想频频 现场主持人询问那扎择偶标准 那扎表示就当下有感觉就好了 并表示自己不想条条框框显明太多 如果你在当时的情况下 真的可以遇到可以让你心跳的那一位 那就是他了 此前有媒体拍到古临那扎深夜从机场出来后 坐车直奔张汉住所 拉着行李便往张汉住所的单元楼走去 网友猜测二人可能已经复合 当晚那扎身穿白色T恤和休闲裤 头戴渔夫帽 还戴着黑色口罩 一身装扮简单低调 休闲舒适 据悉上个月就有网友爆料 那扎与助理两次现身张汉所住小区 两人一次复合 而对此双方都曾回应 绝对没有 这个爆料就是捕风捉影 谢谢大家的关心